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喝了女儿锅的水,男人都可以怀孕 而如今有这样一块神奇的宝地 女人竟然可以从地里挖出小孩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传说在一个神奇的小岛上,那里的女人都无法怀孕 她们想要孩子就从地里挖,谁挖到就归谁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 有的人挖了许久都挖不到 而我们的小美就是这其中之一 她每天从日出挖到日落,可结果总是空手而归 看着别人和孩子嬉笑玩到的场景 小美心中很是羡慕 她失落地回到家中沉沉睡去 隔天清晨,小美早早就起了床 她走遍岛上各个地方用心寻找着 希望能早日挖到属于自己的孩子 最后她来到一个从来没人挖过的地方 却不想扒开之后,下面竟然是一个巨大的洞穴 小美好奇地跳了下去 结果发现里面还有一条长长的通道 地上铺满了闪闪发光的小石头 小美顺着通道一路摸索着来到了洞口的尽头 这时候她看见上面出现一张女孩的面孔 小美兴奋坏了 看来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她伸出手想要拥抱女孩 可女孩是一把将她抓了起来 而她的体型竟然要比小美大很多 看上去像是一个巨人一样 随后两个小孩把小美带回家中 他们为她换上柔软的衣服 把她当成孩子一样百般呵护 带她玩耍陪她看风景 每天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在这里小美体会到了 作为孩子的纯真与快乐 也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物与温暖 然而某天小美正在熟睡之际 一只粉兔兔的小兔子突然叫醒了她 她将小美带到一个洞口 那里是通往原来是一的路 看着眼前的一幕 小美突然有些舍不得那两个孩子 正当她犹豫之际 小兔子轻轻抓住她的手指 瞬间小美仿佛看到自己 抚养一个孩子长大的场景 她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于是抱起兔子跳了下去 转眼小美从床上醒来 之前的一切仿佛是一场梦 但是她又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似乎今天会有所收获 在这种感觉的素质下 小美来到了一片空壁上 而这一次 她终于挖到属于自己的孩子了 有时候原本就是这么妙不可言 她总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 来到你的身边 所以在一切还没到来之前 你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好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